这是震惊全球的陪毒妈妈姓母案 42岁小伙与两对母女共处一室 仅仅完了两个月 小伙便提起菜刀连杀死人 所有邻居都猜测 这个小伙同时服务了两个妈妈 然而事件的真相远不止于此 因为在这两个月里 男人竟遭到了非人般的虐待与无主 他不仅每天都不能穿衣服 甚至还被关到一个杂物间 就连排泄物都只能用报纸包裹 这些案件会告诉你 个别去新加坡陪毒的妈妈 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已经乱得让人无法想象 2008年9月19日晚上 新加坡一水十一道某处住宅楼内 突然传出女人的尖叫声 当时一名邻居正在刷牙 听到声音后他连忙拿起手机报了警 与此同时 当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窗外再次传来一声巨响 随后女人往窗外一看 直接一名年轻女子从楼上掉了下去 很快警方来到了现场 此刻跳楼的女子已经全身是血没了呼吸 随即警方立即封锁整栋楼进行了排查 当他们来到六楼时 一名男子手上包着纱布打开了门 他紧张地询问警方发生了什么 并解释自己切菜不小心切到手 正准备去医院 可此时警方透过门缝往里一看 竟发现里面卧室门上沾有血迹 随即 警方立即将该男子控制起来 并强行进入该房间查看情况 然而当他们走进客厅时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震惊了 当打开第一个卧室时 一名十几岁的女孩死在了门边 床上还躺着一名满身是血的中年女人 另外在洗手间又发现了另一名十几岁的女孩 当警方赶到时 这个女孩还有一口气在 于是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随后该女孩苏醒过来 此时所有人震惊了 加上跳楼死亡的那名中年女人 该起案件一共三死以上 随即警方调查了该房间的居住情况 这是新加坡政府修建的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 之前这里面住着两对母女 她们都是从中国过来陪读的 其中跳楼的女子名叫杨洁37岁 她的女儿就是在卫生间发现并被救活的小美 而死在卧室的那对母女 母亲是42岁的张默 女儿叫小雨 得知这个线索后 警方一二获知 那这个男人又是谁呢 一些看热闹的邻居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 据他们所说 该男子经常出入这套房子 据他们猜测 男人一定是进房间为两个妈妈服务的 换句话说 这个小伙应该是个共享男友 与此同时 在医院被救过来的小美 向警方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她告诉警方 那个男人名叫王志健 她是张阿姨的男朋友 据她所说 她和母亲杨洁从中国来到新加坡陪肚 为了节省房租 便与张梦母女合租了一套房子 可是住了没多久 张梦就带着这个男人回到了家里 当时杨洁曾提醒过张梦 说毕竟两个孩子在家 房子就这么大点 而且你俩没晚弄出那么大动静 它影响到孩子学习 听到这话后 张梦表示 以后我让王志健藏在杂物间 平日里你们在的时候 我都让他别出来 听到这话 杨洁便没在计较 毕竟找一个能够信得过的人 合租也不容易 然而就在案发当晚 本来在卧室睡觉的杨洁母女 突然听到隔壁卧室传来很大动静 两人赶紧起床查看情况 可当他们来到门边时 竟发现王志健拿着刀疯狂捅自张梦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王志健憋一转身 凶狠地朝着两人追了出来 当时张杰害怕女儿受伤 直接为女儿挡架了一刀 然而王志健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此时小梦已经跑到了卫生间 她迅速将门关上 而张杰在受到多次捅刺之后 她赶紧跑到阳台朝着外面打声喊叫 她希望有邻居听到过来帮忙 可当室内的王志健听到她的喊叫声后追了出来 此时 杨洁只好爬上阳台 拼命抓住亮衣架进行躲避 然而王志健怎么可能给她机会 她拿着刀直接砍断了杨洁的手腕 也是因此 杨洁直接调到了楼下当场死亡 了解到案发过程之后 警方急切地想要知道 这个王志健与张梦到底有什么仇恨 以至于就连合租的这对母女也不放过呢 特别是在王志健被捕时 她的表情非常自量 甚至对着周围邻居打招呼微笑 在通过大使馆的协助之下 王志健也说起了那段让她苦不堪言的过往 原来 王志健和张梦都是天津人 1996年时 两人在一家股票交易所认识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面几年两人基本没有联系过 直到2004年时 王志健的女友跟着评论区的男粉丝跑了 当时她非常沮丧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候 张梦冷不丁地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并询问她最近几年过得怎样 而王志健则是老老实实地说自己被虑了 当听到这话后 张梦也表示自己离婚了 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离婚 她就是想要跟王志健发生点事情 毕竟王志健无论是身长还是长将 都称得上牛儿逼之 于是就这样 王志健便相信了张梦的鬼话 没多久他们就去酒店准备结拜成一生一世的道友 直到2006年时 张梦才告诉王志健 她其实还没有离婚 当得知这个消息 王志健立马说分手 必须分手 可张梦这时候却说 从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已经被你妖言惑众的外表所迷惑 并且这女人还写下血书说爱王志健一辈子 并承诺愿意给她生猴子 就这样 王志健也心软了 毕竟光棍的生活实在难熬 张梦的老公是名警察 没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她发现了 她并没有吵闹 而是让张梦自己选择 于是乎张梦直接选择了离婚 并想着与王志健过没羞没臊的日子 然而当张梦娘家人知道此事后非常愤怒 他们甚至跑到王志健的公司去大闹 这让王志健在公司很没面子 他本是公司的移民高层 平时有着丰厚的收入 老板在得知此事后认为他不适合做一个领导 于是将他辞退 并给了他40万的不偿 从这里可以看出 王志健事实上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彻底断了财路 而另一边的张梦 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 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 他便向丈夫提出 想要带孩子去新加坡流血 当时丈夫直接就同意了 毕竟是为了孩子嘛 然而过去没多久 张梦便开始荷尔蒙爆棚 他竟然主动联系上了王志健 并让他过来陪自己同居 当时王志健内心是拒绝的 可张梦却告诉他 新加坡就业机会很多 并且工资比国内还高 所以在这个女人的蛊惑之下 王志健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然而当他来到新加坡时 却发现这里并不是他想象的这般美好 刚开始为了讨好张梦 他买名牌包吃昂贵菜 很快他的40万赔偿金就所剩无几 更让他无语的是 当合租的杨洁向张梦提出 让他别把男人往家里带食 王志健的噩梦便开始了 他被张梦安排到了杂物间 并且让他七剩24小时不准穿衣服 不仅如此 张梦每天至少进入杂物间三次 让王志健用尽全力地伺候他 而等到合租的杨洁母女走后 王志健便会偷偷从杂物间出来 开始找一些残羹剩饭 勉强填一下肚子 随后他还兼顾了洗衣 做饭甚至是拖地的所有家务 而这一切都还是在杨洁母女离开时激情 所以说 即便王志健在杂物间住了一两个月 这对母女竟然都毫不知情 然而 真正击破王志健自尊的还并不是这些 由于他被张梦禁止随意出入 所以他的拉撒都必须在杂物间里解决 撒尿道还好办 找个瓶就能勉强应付 可一旦是遇到奥利队 他只能拿着报纸进行包裹 等到家里没人后 他再将这些东西拿到楼下垃圾桶扔掉 就这样一直到了案发前几天 这个懦弱的男人终于爆发了 那天晚上 当张梦进入房间得到王志健的伺候之后 他提出想要吃螃蟹 此时王志健的40万已经基本掏空 但为了讨张梦的开心 王志健还是咬咬牙花了700元买了两只螃蟹 可是当螃蟹端到桌上时 王志健下意识地去准备拿起一只 这时候直接被张梦瞪了一眼 并说他没有资格吃螃蟹 此刻 王志健只好缩回了手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之后剩下的一些螃蟹 张梦竟然直接倒给狗吃了 这让他感觉自己活得连一只狗都不如 并且每天至少三次的活动 让这个男人体力已经高强度透支 更让王志健气愤的是 没过几天 张梦又说想要吃螃蟹 但现在的王志健是真的没钱了 他来到海鲜市场逛了一圈 最终却只买了两条海鱼 这一次他依然精心地将鱼给做好 可张梦回家时看到没有螃蟹 竟然连筷子都没有动 甚至还骂王志健是个废物 连个螃蟹都买不起 所以在这天晚上 当他躺在杂物间里 闻着那股自己排泄物的味道时 他彻底愤怒了 随即他来到厨房拿出菜刀 并冲进张梦的卧室 对其连筒48刀 睡在客厅的张梦女儿也冲进房间 于是王志健拿起刀 将小雨也连筒了45刀 就这样 这对母女当场死亡 随后便是杨洁母女来到房间 并被杀害的过程 看到这里后 你是否认为王志健活得太过呢 他为什么不回国 为什么不去找工作自己养自己呢 事实上 刚开始一来到新加坡 王志健就疯狂给张梦买昂贵的东西 等到他的积蓄全部花完时才发现 原来在新加坡找工作室 需要交一万以上的保证金的 当时他有找过张梦去借一万块钱 可是不仅遭到了张梦的拒绝 甚至还骂他是个废物 另外 据一些心理专家所分析 一个人 如果因为一件事情投入太多 那他就不会轻易地放弃 王志健为了这个女人 丢掉了高薪的工作 后来又花光了40万积蓄 甚至还遭到了所有人的唾弃 也正是因为他付出的太多 所以他更不甘心放弃这个女人 而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婚姻之中 付出越多的那个人 反而更加珍惜两人的感情 可那些渣男渣女 他们根本没有付出多少 所以自然也不会太过在意 最后 王志健理所当然地被判处了死刑 那么看到这里 你认为他这一生值吗